魏无线忽然变大了 而他自己不知 专心地对抗万条 在他不得已拿出陈琴的时候 身份已经暴露了 但此刻的他顾不得那么多 也没想起自己没有了华安的易容 正在以真面目示人 疾风看到这张既陌生又熟悉的脸 思绪万千 华安怎么会是魏无线 会用江家剑法 轨道竖法 瑜伽软鞭 极善福转 六亿精通 轨迹多端 说话每个阵型 公子最爱的魏无线 华安是魏无线 这是个问题 同时也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可不就是吗 他不是魏无线还能是谁 自己早该知道了 公子这样的死心眼的人 爱上了谁 这辈子怕使都不会变了 疾风轻叹一口气 原来公子早已将魏无线藏在了身边 去哪都带着 而金茶室那边几个人都进了 原来如此 这人果然是魏无线 难怪啊 那么另一个就是货真价实的蓝忘机 这回解释得通了 看他们两人的相处如此亲密无间 肯定不是普通朋友关系 冷事业的猜想得到了证实 如他们起初预料的一般 这伙人当中果然是有一令老祖的 三六 你看到吗 鬼儿居然变大了 九公主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缓缓道 看到了 哇 这样貌好帅气 不输蓝忘机啊 这身材 美男子呀 好想吃掉他 三六流着口水道 鬼儿在用某种术法 他现在正在驱策怨气 估计是一令老祖的 轨道术法之类的法术 当他使用怨气的时候 身体就会长大 当他不发功的时候 就会病回小孩子 他可能还有更多的年龄和样貌 九公主没见过一令老祖 但因为魏无羡正好在发功的时候长大 九公主就想当然了 估计是的 这小鬼也太强了 我没听过有这样的召唤物 他平时小小的 可能是为了坐在蓝忘机身上 好跟着他主人 需要施法的时候 就会随着吸收的怨气变大 有些妖兽也是这样的 比如腕条就是 他的手可以伸出藤蔓 变得很大很大 三六也顺着这个歪路走下去 冷师爷在一旁懒得搭话 魏无羡明明是被施了某种易容术 用来瞒着他们 或者 他看着疾风一脸惊讶的表情 看来是用来瞒着蓝家的人 之前混入蓝家的探子 可没说过魏无羡在蓝家 可见魏无羡一直是易容的状态 大概是蓝家根本不能接受 他这个歪门邪道 更不可能接受蓝忘机断秀 魏无羡只能隐姓埋名地 跟在蓝忘机身边 刚才是因为千钧一发 他不得已现身了 顺着这个思路去想 一切都说得通了 旧公主盯着魏无羡的一举一动 方才魏无羡还是个孩子时 他又是拍掌又是尖叫 宣称要把魏无羡抓回来澄清 而此刻面对这位 风神俊朗的高大男子 他的脸烫烫的 很多轻薄话居然说不出口了 我这是怎么了 鬼儿长什么样子并不重要啊 我是喜欢他无意高强 对主忠诚 精灵可爱 至于他是个孩童 还是个大人 我应该不在意啊 怎么突然有点不敢看他了 样貌虽只有十七八岁 可九公主已经一百多岁了 他以前一直清修 常年闭关 出了五刀弄枪 他从来没喜欢过什么人 不懂情为何物 今日见到鬼儿 从心奇到惊讶 最后想据为己有 可鬼儿忽然形态突变 自己的心态也变了 本来想着 可以把他抱在怀里 直接抢走 可如今 鬼儿的个头 比自己还高一个头 要去抢走一个英俊强壮的 成年男子 还是这般优秀的男人 他似乎没了刚刚的底气 九公主不懂这种情绪变换 默默地关注着 同镜里的魏无羡 不再乱跳乱叫了 在藤条牢笼外的蓝忘机 发现蓝条的魔鹰攻击突然弱了 而且此刻攻击他的也不是蓝条 而是其他树上的藤条情 蓝条应该是进了牢笼里 方才魏无羡为了救疾风 从自己身上跳下后钻了进去 蓝忘机虽然没说什么 心血提到了嗓子眼 他要尽快解除眼前的危机 去和魏无羡会合 他的情深越来越急促 一面用英绿术抵御魔鹰 一面改变执法 混夹着弦杀术在弦鹰中 弦杀术带着浓浓沙蚁 如利刃般撕裂树上 一条条的藤蔓 魔鹰攻击越来越弱了 蓝忘机猜测 蓝条在三线作战 引接不暇 魏无羡分掉了他大量的妖力 他集中灵力 五指击弦 一记雄浑的咸杀术呼啸而出 气势如虹的撕风而去 一举斩断了所有藤蔓 外面突然静了 魔鹰攻击停止了 没有新的藤蔓长出 原本虽诡异 但还算鸟语花香的桃园 此刻一地狼藉 满地残花败流 蓝忘机马不停蹄地拔出剑城 正打算聚集灵力 向藤蔓牢笼挥出一记暴击 却见藤蔓忽然游吏转灰 渐渐凋零 最后无力地垂落 那个超思暮想的身影出现了 他身形千长 一袭黑衣 潇洒不羁 眉宇目笑 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身影 好久不见 要不是万条的惨叫声太难听 蓝忘机还想陶醉地多看一会儿 万条身上缠满了忧魂厉鬼 啃咬着他的身体 他那对残意早已不见 别说用情了 就是手在哪里都看不清楚 身上白骨翻翻 每一处好肉 他惨叫连连 而魏无限视若无睹地继续吹笛 驱动着这些疯狂的恶灵 跟着一声 闲杀树响起 蓝忘机给了他一个痛快 魏无限耸了耸肩 收起了陈晴 对蓝忘机回眸一笑道 太便宜他了 韩光君 这些都是被他虐杀的人 人家报仇报得正爽快 你倒好 让他解脱了 蓝忘机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许久不见这人 还是那么俊巧明媚 但一想到 不能随时随地抱着他了 又闪过了一丝失落 但魏无限浑然不知 奔向蓝忘机一跳 便挂在了他身上 嗯 你怎么变矮了 魏无限觉得奇怪 他看了看自己的一双大手 才知道自己已经长大了 蓝湛 我终于变回大人了 魏无限被蓝忘机抱着 比他高出了一个头 但他还是搂着蓝忘机的脖子 没有要下来的意思 那么久不见我 你好像不高兴吗 魏无限掐了掐蓝忘机的脸 故意逗他 魏无限变得那么大 再抱着是真不好看了 虽然对蓝忘机来说 他什么体型都只是轻飘飘一个人 个子大了 抱在怀里还更有手感 但总不能在做正经事的时候 当着属下的面一路抱着吧 蓝忘机只好依依不舍地将他轻轻放下 你跟在我身边 蓝忘机道 知道了 嘿嘿 好久没见我的大长腿了 走路真神力 魏无限脚一落地 就不安分地笨笨跳跳起来 人是长高了 可看起来还是个小毛孩子 疾风跟在他们后面 对于怀恩就是魏无限之时 他什么也没说 感觉说什么都是废话 一直就是自己傻 他为什么好呢 你这个歪魔邪道 怡灵老祖 为什么一直潜伏在我们身边